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朝鮮半島面臨韓戰以來最危險形勢 朝鮮專家稱 金正恩恐已定開戰 震驚 趕超朝鮮 中共正在批量製造人肉機器 阿根廷 川普 米萊 一個月成績驚爆世界 伊朗襲擊巴基斯坦 導彈全都沒攔住 印沒嘲笑 保中共防空導彈外強中竿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22號 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朝鮮半島面臨韓戰以來最危險形勢 朝鮮專家稱 金正恩恐已定開戰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上月在演說中否定了與南韓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將兩國關係描述為敵對的兩國和交戰國 新頭科報導 美國國務院前情報與研究局東北亞處長卡林 與加州蒙特瑞密德伯里國際研究學院教授赫克爾近日共同撰文示警 金正恩去年以來的最新舉動可能超出了一貫的虛張聲勢 文章寫道 這聽起來可能過於戲劇化 但我們相信 金正恩已經做出了開戰的戰略決策 就如同其祖父在1950年一般 我們不知道金正恩計畫何時或如何扣下扳擊 但危險已經遠超出華盛頓 首爾和東京對平壤挑釁的例行警告 我們不覺得自去年初以來 朝鮮媒體上出現的備戰主題是典型的虛張聲勢 文章指出 金正恩2019年與美國前總統川普在核內舉行的峰會失敗 使金正恩顏面掃地 該會談的核心是以朝鮮承諾逐步停止武器計畫為交換條件 換取減免制裁的可能性 但都未能實現 明顯跡象顯示 北韓2021年夏秋季決定開始與過去戰略做一重大決裂 從希望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戰略目標 轉向朝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再定位 東京大學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山口亮則說 北韓在拉攏中國和俄羅斯成為盟友方面 卻得了進展 但平壤對這兩個國家的信任程度還不足視其相信 發生戰爭時 中俄會對朝鮮伸出援手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金正恩他在審視度勢 原來川普在位的時候 金正恩把核實驗停下了 現在他發現拜登沒有辦法平息世界的戰火 所以他在習近平和普京的鼓動下跳出來 和美國叫板搗亂 來轉移美國對中共和俄羅斯的壓力 金正恩雖然增強了他的核實力 但是他也不會貿然開戰 因為開戰的結果會導致金家王朝的滅亡 核武器是金家的保命武器 假如說美國左派一直掌權 美國迅速衰落 無力阻止他吞併韓國 他可能會走向戰爭 但韓國軍力也不弱 韓國的軍事實力在全球範圍內通常排名在第6至第10位之間 朝鮮的具體排名可能在第20至第30位之間 常規戰爭 金正恩並沒有勝算 震驚 趕超朝鮮 中共正在批量製造人肉機器 看到自己的兒子接受種種洗腦 氣憤又無奈 河南許昌前英語教師任女士 陸C仁 終於和丈夫下決心於去年3月加入了走線大軍 逃到了美國 任女士的兒子就讀的是許昌當地的重點學校 習近平的特大畫像 還有什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大標語牌遍布教室內外 他向大紀元表示 從孩子踏入校園的一刻起 洗腦就開始了 對於精力充沛 記憶力好的孩子們 背下短短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不難 閑瞎時間 心思不在黨這怎麼辦 黨給他們安排了更難的課程 任女士說 每個學校給每個孩子發了一本書 叫做《習近平新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讀本》 任女士說 看到這本書 我整個人震驚了 因為都是關於個人崇拜 任女士表示 這是在趕超朝鮮嗎?真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發現 可能是學校或政府擔心老師們上這門課不用心 就讓校長親自講解 像釘釘子一樣 要把愛國 愛黨 愛習近平定在孩子們的腦子裡 除了特別的洗腦課 其他課程 尤其是語言文化課也融入了洗腦內容 任女士說 來美國已經8個多月 說到語文課本中那些洗腦的課文 她小學4年級的兒子還能背出題目 每一學期都有好多篇愛黨愛國的課文 什麼習近平爺爺直樹啊 朱德的扁丹啊 升國旗啊 為人民服務啊等等 太多了 校方利用孩子們要求上進的心理 哄騙他們加入少先隊共青團 鼓勵那些不加入的學生 此外 還利用孩子喜歡看電影進行洗腦 換書仇恨 她說:「我孩子被要求去看很多紅色電影 強制去電影院看那種電影 什麼我和我的祖國 長津湖之類的 看完長津湖 有的孩子說 他真想衝進去把美軍殺了 把食物搶走 其他學生也附和 任女士聽到後感到陣陣悲哀 任女士說 黨國不分 混淆失聽的中共去年還強推愛國主義教育法 把所謂愛國愛黨變成法律 我覺得我能力有限 改變不了現狀 但我也不想為虎作娼 明知道這種教育是錯的 還引導孩子們去愛國愛黨 她悲嘆中共中小學的洗腦教育 真的是具天下英才而悔之 孩子們成了沒有獨立思想的機器了 在洗腦之外 當局的網格話館裡無孔不入的監控 也讓任女士感到無法在中國生活下去 她說 基本上每個小區都有監控民眾的標準配置 一個網警 監控微信 一個派出所警察 還有一名負責社區的政府工作人員 一旦發現誰涉及敏感詞 就要強制帶走喝茶 她表示 共產黨的種種做法就是要切斷你看世界的正常眼光 由此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人肉機器和奴隸 任女士希望逃出中國的人們不要再沉默 要積極為國內民眾發聲 並幫助更多海外華人看清中共 阿根廷川普米萊一個月成績驚爆世界 澳洲的華人女作家李卷日前在X平臺撰文分析 看看體制和政策的重要性 堅決反對白左的米萊12月10日執政後 阿根廷12月份當月實現貿易順差10.18億美元 此前在白左執政的月份 資源豐富地廣人息的阿根廷進出口同比分別下降了16.9%和25.1% 在此情況下 阿根廷2023年全年出口667.88億美元 同比下降了24.5% 全年進口總額737.14億美元 同比下降9.6% 貿易逆差僅70億美元 米萊當選這一個多月 除了立即實現了貿易順差 阿根廷股市梅爾瓦指數從不到6萬點上漲到11.3萬點 漲幅兩倍 米萊12月10日當選以後 對內撥亂反正 大力革除白左的亂作為 對外開放 吸引世界各地的資本進入阿根廷 她的主要政策包括 裁撤半數政府部門大幅度取締白左的政策 如對經濟和社會的管制 貨架法等城市管理法規 極端環保政策等等 取消三年級以上的學生的義務教育 讓老百姓可以自由決定如何教育子女 但是由統一考試來決定升大學 米萊僅僅用了一個多月 就讓被白左搞得奄奄一息的阿根廷重新換發生機 事實證明 官不饒民 民自負 阿根廷股票市場也用腳投票 以翻倍的漲幅來體現人民對這位正常人類總統的支持 伊朗襲擊巴基斯坦 導彈全東美攔助 印媒嘲笑 保中共防空導彈外強中肝 印度AFI新聞網站近日指出 伊朗革命衛隊向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發射了多枚導彈和無人機 摧毀當地武裝分子營地 現實中共防空導彈能力不佳的事實 無論是巴軍從中共引進的獵鷹-80中程防空導彈 還是射程更遠的紅旗-9防空導彈 都未能成功攔截伊朗的導彈或無人機 這說明中國製造的武器裝備有效性令人懷疑 AFI認為 巴基斯坦從中國進口了太多的武器裝備 涵蓋陸海空三軍 但是中共武器並不像宣傳的那麼出色 而且可靠性不佳 AFI分析 巴基斯坦空軍決定在12年之內退役4架中國製造的ZDK-03預警機 很有可能是因為其性能不佳 AFI建議巴基斯坦 重新審視其國土防空戰略 減少對中國的武器技術依賴 建立分層次 靈活和多元化的防空體系 這對於保衛巴基斯坦的領空和確保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阿波羅副頻道視頻今日內容是 中共網信辦最害怕內容 這個紅紅黃黃是什麼?想買一個? 阿波羅網報導 俄美 澤林斯基奪回軍權 烏克蘭一夜變天 傳烏軍總司令被解職 突破中共海上封鎖 冒著被擊落風險 非低空空頭補給仁愛嬌 霍爾德桑蒂斯背書 川普給他取得綽號正式退休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